HELLO 大家好 我是高雅老師 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歡的影片論壇 也就是跟著我看影片學唱歌的時間啦 那麼今天要來聽的這首歌是韓國新出道的女團 Baby Monster在3月31號發行的 Shish 這首歌也是大家在Lessera Film還有Elite的影片下面敲碗非常非常多的一首歌 那他們的官方MV目前在YouTube上面達到了2億的觀看次數 非常非常的嚇人 那麼Baby Monsters YG在2016年推出Blackpink之後 時隔7年再度推出的女團 所以沉澱的7年這些團員的實力應該非常非常厲害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們今天來聽的這版本呢 是我認為電影店的最少的一個版本 是他們在電台的一個現場演唱 那同時在他們自己的頻道上也推出了在這個電台上錄影的時候的 類似輕唱的版本 比較像是工作人員側拍 然後用手機直接收音的一個版本 我也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你就可以知道 哇 手機原生相機竟然還能收到這麼有power的聲音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來聽電台的官方版本喔 那在我們正式進入今天的影片之前 先進入一小段的工商時間 去年幫大家團購一個可以一鍵消除人聲的K歌音響的時候 就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說要是有升降Key的功能就完美了 我終於幫大家找到了這個可以完美實現大家心願的K歌神器 首先一鍵消除人聲的功能依舊很強大 各種語言、曲風甚至當天發行的歌曲 這個黑科技都可以一鍵把歌曲變成伴奏 而升降Key的功能除了讓你唱到高得要死的歌可以舒服一點 最實用的其實是當你想唱異性的歌的時候也能升降Key來找到最適合自己的Key 此外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機高音質的錄翻唱或直播 不用再剪輯影片或額外的設備 這支麥克風其實還有很多強大功能 大家也可以到留言區連結看更多詳細介紹 買回去也不用擔心不會用 我們還有贈送線上使用教學課程喔 所以這個麥克風就像隨身KTV 不管你是居家防疫還是返鄉坐車 都可以完美解決你想唱歌的影 我們也去幫大家爭取了團購價 這支麥克風原價是6980 這支團購價直接幫大家降價1000元 就能夠擁有這個Key哥神器囉 所以大家真的要搶要快 現在立刻去下單吧 那我們就繼續今天的影片內容囉 Let's go OK 先到這邊 在我覺得他們已經唱得很好的時候 下一個人又唱得更好了 OK 我們來回頭看一下 OK 第一位進來的是Chiquita 在前面 這個地方呢其實沒有很高 就是中央Ray 目前因為這個曲子一開始它是一個intro 所以它也不太適合唱太重 那不過第一句A4已經開始進渾身區了 這個地方已經進女生的渾身區 女生你們有試著要唱這一句的話 有些人這一個高音已經會開始不太穩定了 但我覺得Chiquita剛唱得還行 聽起來還算是穩定的 第二位進來是Rora 這首歌最最最最一開始 其實也是他唱的 感覺起來呢 公司分配給他的都是一些比較輕柔一點的段落 所以我在猜可能比起其他人 他的音色算是比較輕柔一點 攻擊力會稍微少一點 從剛剛的Chiquita到目前的Rora 他們兩個聽起來音色都比較輕柔一點 就算是比較輕柔 他們也都控制得挺好的 如果剛剛我在說Rora的聲音比較輕柔的時候 你覺得有點困惑 這個地方Rora接到Remi的時候 你應該就可以很明顯感覺出來 真正在他們團裡面 扎實的聲音是什麼樣的程度 Remi的聲音進來的一瞬間 這個聲音的亮度就立刻拔了一個高度 對吧 以我的角度要 期待你挑骨頭的話 就是他那幾顆高音 音高還是有偏低一點點的 渾身區的音樂如果可以再練得更熟悉一點的話 他會再更游刃有餘一點 但我覺得如果他認真練的話 差不多練個 快的話一個禮拜 慢的話兩個禮拜 但我前提是跟我上課啦 哈哈哈 OK這位是Farrita 哇他臉看起來有點baby face 但是他聲音非常非常的有攻擊性 非常非常的亮 跟Remi的聲音亮度是差不多的 不過他跟Remi有類似的問題 就是 就是那個最高音也是差一點點 也是會有一點偏低的感覺 OK 哈哈哈 在前面聽完Remi跟Farrita 唱完之後呢 我已經覺得 他們的聲音非常非常亮了 沒想到副歌第一句 阿翔唱的聲音呢 又更亮了 我完全沒有想到 還有更亮的音色 完全不一樣的power感 對吧 目前阿翔的聲音 聽起來是所有人裡面能力最好的 就目前我個人非常喜歡阿翔的聲音 好啦 那麼就繼續往下聽囉 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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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這網友的歌曲 跟鞍馬上跳高點 Gibity hot pop boom boom pop 분위기 다올라 니들 눈돌아 Dang honey Shook Johnny 충격일 거야 Crime this queen 허물하는 조건을 땀을 위 어중이 떠중이 중간하니 날 보고 다쳤던 입듯의 Sheesh shish shish You know what it is Everybody dance Pull up in a ghost Pick up pick up boo Broom broom 니네 심장이 박종이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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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al to the metal Click pack click Put em up to the sky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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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눈을 뜬 순간 피어나 All eyes on me Bull up in a ghost No order All my life Yeah you ain't see nothing Yeah Got that more going Shish Ok先到這邊 我真的太喜歡Akia的聲音了 那個聲壓跟其他人的聲音完全不一樣 Ok我們來回顧一下 Got that more going Yeah Hold on Shish Gam diri bora ni Tai bengua nate Ok這一段進來唱Rap呢是Ruka 他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馬上有一個紮實的聲音來Rap 他其實是用一個稍微溫和一點的聲音 慢慢的Rap到一個稍微紮實一點的聲音 我們可以再聽一次他這一句 有沒有聽到這後面的音色越來越紮實的感覺 你聽到他這邊覺得他紮實對不對 下一句阿翔接進來呢 這個聲壓完全不一樣 我們從Ruka接到阿翔聽一下 那聽到目前為止 我個人覺得只有Remi跟Farita的聲音 比較能接得住阿翔的聲音 不然阿翔的聲音在任何一個團體 可能都會有一點 不是突兀是突出 因為唱得太好了 那在剛剛Ruka跟阿翔像對話一樣的Rap之後呢 緊接著他們進來的是阿撒的Rap 阿撒的Rap的聲音會有一點點 還不夠紮實 Clic Cat 又會有一點Clic Cat 他某一些字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這樣子在Rap的感覺 Vroom vroom這句就唱挺好的 但其他句就會有一點這樣子唱的感覺 所以如果覺得可以的話 他所有的Rap的音色 像他Vroom vroom那句會比較好 他這一段在唱B-A-B-Y-M-O 那個音色就是亮的 就不會像剛剛有類似這樣唱歌的感覺 OK 那我們接著聽他們的Bridg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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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Rora终于又唱歌了 那你会发现她的这段被分配的 也是一个稍微比较抒情 一个比较温柔的一个段落 我在猜Rora也是比较擅长 稍微抒情一点的音色 她被分配在这里 就挺好听的对吧 就甚至我觉得她有点适合去唱Vassanova的音乐 非常非常好听的音色 这一句呢 我就有点替Remi觉得可惜 我觉得她这一句唱的有点漏气漏的太多 已经唱到假音的这个音色了 这个音高甚至没有她刚刚唱上去的那高音 这才C5而已 目前听起来她应该是不太熟悉 怎么用轻柔但是不漏气的音色 来唱她这个音域的声音 大概是这样的音色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她音域往下走的时候 又非常好听的音色了 我们再听一次 好喜欢她这个 好喜欢她这个 就是这种很慵懒的感觉 哇我喜欢这个音色 OK那么接着听下一段咯 OK阿香这个最高音呢到了F5 然后她都是用一个比较扎实的音色 也就是好秋代偏下的音色 非常非常的厉害 不过我们还是要老实说 我觉得在最高音这个地方 她没有完全唱好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令人担心的感觉 我们再听一次 音准会有一点点偏低 然后有一点点紧绷的感觉 没有很多但的确有点紧绷 那我不确定她其他场 有没有唱的比较好的 如果你有知道她其他场 这个高音唱的比较好的 麻烦在底下留言分享网址给大家 一起观想一下好不好 那说实在话这句高音 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唱 第一个就是她的音域 本来就有点高 到了F5 第二就是她这个高音的母音 是R 其实它是上下要打开的字 会非常容易想要让R 就是左右也开了 声音就会听起来比较扁一点 如果大家要练这一句的话 大家可以试一个最简单的 弹唇 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对高音已经有点掌握了 弹唇应该是可以弹得出来的 大家可以去复习我之前 教大家练高音的影片 OK 最后总结一下 我觉得YG在给她们这首歌的时候 的编排也非常非常好 你甚至可以回想一下 她们在第一段 编排团圆在演唱的段落的时候 就已经是精心设计过的了 比方说一开始进来的段落 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就请Chiquita跟Rora引入 接着要把情绪拉起来的时候 Remi跟Florita有亮度的音色 就可以把情绪开始带起来了 最后进入副歌的这一瞬间 需要震慑全场 这时候阿翔的声音就派上用场了 这样的编排就可以听得出来 她们在给团员分配part的时候 其实是有参考她们个人能力的 这也回答了上一支影片 有人在底下留言问说 那什么样子的歌曲是量身打造的歌曲呢? 像这首歌我个人认为就可以算是量身打造了 我还蛮看好Baby Monster 应该可以走的蛮长久 只要接下来继续给她们一些好的歌曲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啦 那我们最后还要再来宣传一下 你有气不足或高音唱不好等等的问题吗? 是不是看了一些教学影片之后 还是觉得资讯很杂乱 搞不清楚自己唱歌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或是跟着教学影片练习 甚至找老师上课 还是觉得唱歌没什么进步呢? 现在我们有一个线上课程 叫做练唱地图 我依据10年的教学经验 将歌声系统化整理成了三大能力 以及16个子能力 并以此独创了两张歌声分析表 除了可以精准分析阻碍你进步的原因 还可以借此了解真正要练的有哪些能力 就像导航带你走最快的路线 不会再被歌唱迷思误导 例如气息 丹田 肚子 呼吸 共鸣 这些其实根本不用练 所以如果你也想更有效率的练唱 就来报名练唱地图这个课程吧 好的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加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被开启通知的小铃铛 这样我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才不会错过咯 最后也别忘了按赞我们的Facebook追踪IG 以及加入我们的官方LINE 加入官方LINE 就可以免费索取开赏菜单咯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卡拉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